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芸汐 今天呢 刚刚起床 然后 顶着个种眼泡就给大家录Vlog了 今天 我要进行一次非常特殊的拍摄 那这次拍摄具体的内容呢 待会儿到了现场大家就知道了 好了 现在这个妆已经画的差不多了 那就来揭晓一下媒体 今天的这个拍摄其实就是和 保护野生动物丹顶鹤有关的 对 然后所以今天很多主题呀 很多道具呀 服装啊 都会和这方面有关系 也就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护野生动物 然后做一个环保的小可爱 就是大家自己也要有这种环保的意识在里边 那我们马上准备准备 就开始拍摄啦 好 待会儿片场再给大家看一看 好了 刚刚已经拍完两套了 好 现在呢我们要画一个有主题有仪式感的眼妆 然后来配合我们这个保护丹顶鹤保护野生动物的主题 哇 这个还第一次画这么闪的妆 天呐 不知道画出来什么感觉 现在这个妆画完之后就是这样的 我自己觉得是蛮好看的 然后也非常符合这次的主题 这个丹顶鹤 特别期待咱们拍出来的片是什么样的 今天这个妆容设计了多久啊 老实画的还挺快的 老实画了五分钟 十分钟就画好了 对 因为就是这个嘛 有白色有红色 这个就是仙鹤头顶的那个 然后寓意着仙鹤 我们今天拍摄的主题也是这种 需要呼吁大家去保护野生动物 保护丹顶鹤 然后增强自己的这个环保意识 对的 然后曼姐拍的特别好看 期待一下大家可以 谢谢 我们还有一个神秘的片子后面都有出来 但是非常非常保密 我们要请大家期待 对的 一定要期待 谢谢大家 可以看到后面全是绿布 所以说他们后期应该是要做特效的 好美 好美 好了 今天非常完满的完成了拍摄任务 那我觉得拍的非常的好 期待一下到时候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 我和大家见面 再一次的呼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野生动物的保护 保护我们的丹顶鹤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增强一些这种环保的意识 然后尽自己一份小小的力量 为环保事业做出一点点贡献 那就这样吧 今天的拍摄非常的开心 好久没有录Vlog了 也算是记录一下今天的工作 把今天的工作通过Vlog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那就期待到时候的作品和大家见面啦 嗯 就这样啦 拜拜 估计就是我曾经待过的那个荣誉空间要重新开服了 我作为Notes呢 也重新聚过了一首这个叫做出歌 用的是这个 这首歌叫做 所以能代表这首歌是我所有的音游 就是音乐类的东西 只要有这首曲都是魔王级的男人 就是那种超级男超级 根本就是在内部发想象的男人 所以我用这首诗做出歌 就是出取 这首歌的打准了 有的 分之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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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